威少是谁? 三双就是得分 篮板 助攻 这三大数据最容易上双 靠抢断或者盖帽三双难度太大 如果是场军三双 必须是持球大和 必须是全能战士 必须是球队绝对核心 这样才能保证数据 那么按照这个要求来看 NBA现役仅一人有望做到 此人不是别人 就是独行侠绝对核心东气棋 东气棋是出道就巅峰 现在已经是步入了居心行列 他才23岁还有巨大提升空间 未来肯定属于他 在独行侠他有绝对球权 他本身也是持球大和打法 生涯场均是26加8加8的数据 本赛季目前为止 跟场33.4分8.6 篮板8.6助攻 他本来就是风位摇摆人 身高够 体重大 在外线能靠身体碾压 在内线卡位也不吃亏 得分根本不担心 至于篮板和助攻 已经很接近上双了 未来独行侠肯定继续绕东气棋舰队 如果来个强力二当家 然后队友给力点 场均多两个助攻完全不是问题 至于篮板 他只要想要 队友肯定成全他 本来他也可以第一时间发动快攻 战术上完全可以复制 当年亚当斯和威少打法 东气棋很年轻 技术和身体还能提升 说不定几个赛季后 他真就实现场均三双 他也是我们能看到 最有望场均三双的球星 至于约基棋虽然全面 但是中锋组织能力始终有限 他也不是持球大和打法 所以威少后就东气棋最有望长均三双 你们觉得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